大家好 今天咱们来了解一下游戏设置里面的垂直同步 垂直同步我们到底要不要开 为什么开了之后反而感觉画面有延迟了 所以这个到底有什么用呢 在我们了解垂直同步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我们没有开启垂直同步的情况下 我们看到的一座画面是怎么被显示在显示器上面的 我们在电脑上看到的画面 本质上是由一幅一幅图片 连续快速显示而来的 所以是显卡画好每一幅画面 然后再传给显示器 就像我们看到的这个流程一样 我们的显卡画好一幅画面之后 这幅画面会先被写入到一个真缓虫器里面 这个真缓虫器 它分为一个前缓虫和一个后缓虫 显示器就负责显示前缓虫的画面 显卡就负责在后缓虫写入画面 然后这两个缓虫就像火车头和火车尾一样 显卡在后缓虫画完一幅画面之后 前缓虫会变成后缓虫 后缓虫变成前缓虫交替进行工作 这个就是我们在没有开启 垂直同步的时候 画面显示的一个流程 像我们目前大多数显示器的刷新率是60Hz 60Hz的意思就是这个显示器 每秒钟可以显示60幅画面 但问题在于 要是显卡画图的速度 超过了显示器每秒钟显示画面的速度 这里为了大家更容易理解 所以把显卡的FPS 也就是帧数 说成是显卡画图的速度 假设显卡每秒钟可以花90幅画面 所以在这个流程中 如果出现 显示器正在显示上面缓虫机的画面 但因为显卡画的速度快 它已经画完下面缓虫机的画面了 然后开始画上面缓虫机的画面 但我们的显示器还没有把画面显示完整 显卡就把上面缓虫机的画面覆盖了 画了一幅新的画面 所以显示器只有接着显示显卡新画的画面了 所以我们有些人玩游戏的时候 就遇到了画面撕裂的情况 而垂直通步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 这个时候我们打开垂直通步 显卡的滑虫速度就会被限制成 显示器显示画面的速度 它会等待显示器的信号 等显示器把每一幅画面都显示完整了 它才开始画下一幅画面 这样一来就避免了画面撕裂的情况 但开启垂直通步之后 就有了另外一个问题 显卡等显示器把画面显示完整了 才开始画下一幅画面 显卡就有了空险 这样就限制了显卡画出的速度 也就是我们说的帧数 所以尤其是我们玩设计类的游戏 应该会明显感觉到好像不跟受了 游戏延迟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开启另外一个选项 三重缓冲 开启了这个之后呢 也就是在我们上面 双重缓冲的基础之上 再增加一个缓冲 就变成了这样 一个前缓冲 两个后缓冲 这样一来 显卡就不需要等显示器 把画面显示完整了 再开始画下一幅 显卡可以往另外一个缓冲画图 这样一来 就缓解了开启垂直通步之后 画面延迟的情况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游戏画面要是没有撕裂的情况 就不用开启垂直通步 但如果有撕裂的情况 但又不想有那么明显的延迟 咱们这个时候 可以试着开启我们的三重缓冲 但开启垂直通步之后 多少还是会影响我们玩游戏的体验 所以AMD和英伟达 都推出了自家解决游戏画面撕裂的技术 这两个技术和垂直通步相比较 区别在于垂直通步 是让显卡跟随显示器的速度 而AMD的显示变频 和英伟达拉机Sync技术 则是让显示器 跟随显卡的画图速度 显卡每秒画100幅画面 显示器也跟着每秒显示100幅画面 所以视频的最后 大家还可以微信关注我的订阅号 然后回复同步 还可以看到更多关于垂直通步 AMD的显示变频 和英伟达拉机Sync技术的干货 MD的显示变频